根据花莲慈祭医院统计,每年接生近600位的新生儿,有近60位是早产儿,保温箱成为他们出生后重要的保护。 日前女星贾永杰一家人来到花莲慈院,捐赠最新微电脑加户型新生儿保温处理台温箱系统,期盼行动守护花洞的黑子。 根据花莲慈祭医院统计,每年接生近600位的新生儿,有近60位是出生时不满37周的早产儿,甚至有急产或罹患先天疾病的新生儿,因此保温箱成为这些早产儿出生后重要的保护。 28日上午,女星贾永杰代表台湾永杰美少女慈善协会协同一家人,捐赠花莲慈院最新微电脑加户型新生儿保温处理台温箱系统。 我在这一次是采购了六台,对,帮台湾采购了六台,那希望未来我能够再用我的力量,希望能够集结更多人的力量,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协会我是集结所有台湾的善心,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所以其实真的是我们台湾是一个很有爱,很有爱的,这个,我们是一个很有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是,很谢谢你们,因为我觉得是最辛苦,最辛苦的, 谢谢你们,谢谢 这一次呢,家长姐就想到说,这个,提救一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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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文香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投雲他現在是從這個 他一定要稍稍 我要給花蓮天香的 要先開始 機械啊 郭忠祐都很難 因為這個環境啊 還有季節啊 空間的問題 這就是他想的 你說吧 應該是最需要的地方來 最需要 能夠有這個神器 如果有這個超級的 這種保溫箱 超級的這個 可以攻擊氧氣的 這樣子的一個神器人 一個利器人 我想雖然他生下來的時候 命不是很好 可是呢 我們有這一群愛心的人士 以及這一群愛心的 一目人眼 他應該可以到後面的不足 是一樣的 如果平安長大 這樣才能給你這麼大氣 我想這是我們共同的努力 佳宏傑表示 延續生命是醫療團隊 每天無時無刻正在做的事 而家戶型新生兒保溫處理台溫箱系統 可以維持小寶寶體溫及各項生命體徵 並用最短時間進行更適當的醫療幫助 除了院長林欣蓉送上感謝狀 自願小兒加護病房醫護團隊 也共同送上應有第一位 使用保溫箱寶寶腳印的感謝卡 感謝永捷美少女慈善協會 守護花東小朋友生命的善局 藉著長方葉華理事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